充业绩全靠网购,拉100万的存款一天就得自己掏出来800块 最近很多银行人在网上发牢骚,说感觉自己被套路了 说好的上班领工资却变成了上班倒贴钱,怎么回事呢 在我们的一贯任之理,银行人那可是高级白领 别的不说,每个城市里面的银行大厦通常都是富丽堂皇的 里面上班的人也是西装革履,光鲜亮丽 怎么就成了弱势群体了呢 我们知道银行的主营业务就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 赚利息差,比如说存款的利息是2% 贷款的利息4%,过一遍手就能赚一倍 看上去很不错对吧 但是做这个事的前提是得有钱借给你 所以拉存款这个事很重要 可是银行又不止一家,我凭什么非要把钱存到你家去呢 因此各大银行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 要么就拼价格,比如说你出2%的利息 那我就给2.1% 再要么就拼人脉,比如说我招一个有钱人的亲戚来上班 然后这个员工呢,可能就会把他有钱人的资源都带过来了 基本上整个金融圈都是这么干的 那为了拉存款,通常的银行员工就会被分配任务 而且各家银行都会有业绩要求 今年增长多少,明年增长多少 层层分解之后基本上就是层层加码 当然这种任务一般不会是那种绝对完不成的数字 否则大家就集体躺平了呀 得是你如果使出吃奶的劲还是能勉强完成的那种 总之就是最大限度的挖掘员工的潜力 也正为这样网上才会有这么多的银行人吐槽贴钱上班 比如说上半年你给我订了800万的任务 完不成得罚款我2000 那到6月底我一看这任务还差100万怎么办呢 于是我就干脆花几百块钱找过桥资金 6月30号存进钱来 过个夜我就算完成这个任务了 也就不用罚款2000了 结果上级一看有货小周你可以吗 于是下半年的任务就给我从800万又提高到1000万了 我要是完不成就又得花更多的钱去买存款 慢慢的有人就真变成了贴钱上班了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 支撑这种速度的动力就是有足够的资金 比如说你开工厂要本钱贷款 修桥修路要钱贷款等等 所以银行很依赖存贷业务这很正常 可是接下来呢咱们已经转入到高质量发展阶段了 经济增速下来了 经济增长主要的东西是各种技术突破 比如说像芯片 这个事儿呢不砸钱过然不行 但是光砸钱肯定也是不行的 发达国家也是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所以你看美股里面市值排在前面的全是科技企业 而像银行券商这样的一些公司呢 也就排在中不溜秋的位置 而在大A股银行等等金融业还是排在最前面的 就是因为我们的发展阶段不同 所以呢相信在未来银行对于资金的需求 可能也会慢慢的降下来 但是对于员工来说压力可不一定会降低哦 比如说现在虽然贷款的人上 一年八个亿的销售费用还比不上一张骂日本的照片 最近香飘飘在日本贴脸开大 一句成为了国货之光啊 起因是这样的 有人晒出了照片 在日本的一家商店里面 有香飘飘的产品 上面印着嘲讽核污水的标语 什么日本政客喝掉核污水 什么可以没有日本却不能没有海洋 这标语倒是没毛病 在网上迅速收获了广泛的好评 香飘飘的官博马上发帖说 我们的员工好样的 董事长拉着欢迎香飘飘英雄回家的条服 亲自去机场 为从日本归来的员工接机 香飘飘一夜之间成为了流量焦点啊 抖音直播间里面日销售额 从原来的2500元暴涨到100万元 在其他平台更是打出了 买力赠热搜同款杯套的宣传活动 带来了一波野性消费 大家抢购奶茶的同时 还不忘抢购股票 昨天香飘飘的股价涨停 今天又再度的大幅高开 眼看着香飘飘就要成为下一个红星尔克了呀 但是这一切的起因 就是那张照片却突然出了问题 日本相关商店回应说 咱们店里没有卖过这个奶茶 这不是我们店里的 香飘飘投资者热线则声称 说这个不是公司主动去做的 这是员工的一个个人行为 搞到一时间风向又转变了 越来越多的人发出了摆拍的质疑 胡锡进更是犀利的指出 说用员工个人行为的摆拍 制造噱头 消费愚弄公众的爱国情怀 这涉嫌出于商业利益 欺骗国内的消费者 严重有违商业道德 那为什么当时红星尔克 没有被质疑消费爱国情怀呢 因为红星尔克向灾区捐款5000万 给国内带来了真切的帮助 那为什么华为 不被质疑消费爱国情怀呢 因为华为凭借着硬实力 给国外造成了真切的压力 那如果这件事情 并没有给国内带来实在的帮助 也没有在日本销售 给他们造成任何的压力 而只是给企业自己 带来了商业利益的话 那难免就得多受一些质疑了 如果每家企业都这么做的话 那我们该买谁的产品呢 企业如果要用爱国情怀 换取商业利益 不仅要论星 也要论计啊 房产税最大的技术难题 已经解决了吗 昨晚有一条重要的消息 就是我们国家 终于全面实现了 不动产统一登记了 那这个事情意味着啥 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不动产统一登记 它的意思就是说 对于不动产 按照统一的标准 进一步确权 像你买的房子 商铺 写字楼 公寓之类的 还有什么土地啊 碳矿权 采矿权 以及那根土地在一块的东西 比如地上种的树等等 这些都是不动产 那么在以前呢 为了证明这个房子是你的 会给你发一个房本 而土地呢 也有它的土地使用权证 还有像其他的采矿权这些 也都会有不同的部门 给你发放对应的证明文件 但是实现统一登记之后呢 这些通通都叫做 不动产所有证 如果你以后 再要办理这东西的时候呢 也不用再去跑到不同部门了 一个地方就能办理 当然了 以前给你发那些证书 也依然是有效的 可是为什么 这个统一登记的事情 居然搞了这么多年呢 因为要知道 早在2014年的时候 国土部负责人就表示 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 全面建立不动产统一登记 要用四年左右的时间 运行统一的不动产 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 而这个事情 足足推迟了五年 到今年才实现 难道就这么复杂吗 说实话 其实这个事 技术操作不难 难在执行上了 咱们中国人讲究的是 财不露白 这个财产是非常重要的隐私 那么以前的时候呢 房产证是不联网的 北京的房管部门 他不知道你在上海有没有房子 上海的也不知道 你北京有没有房 直到2018年 才实现了全面联网 但是呢 还有很多的房源 是没有完成登记的 就算联网也查不到 那这次呢 就把那些没有登记的 都完成了登记 并且也联网了 所以以后啊 就是信息全打通 只要是在你的名下 有多少不动产 一查就清清楚楚 那这个事情 对某些人的影响 肯定还是很大的嘛 所以呢 一开始的时候呢 推进就很难 但是呢 咱们的决心也很大 先试点 再推广 最终也办下来了 那么按照官方的通报 说这十年里 已经发了 7.9亿本的 不动产权证书了 那这个事情 对咱们来说 意味着什么呢 它可能意味着 楼市调控 从之前的交易环节 转变到存量环节了 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 从土地财政 往房地产税区转型 这是大势所趋 那未来 如果要收房产税的话 是不是得先知道 你有没有房 有多少套房呢 所以呢 房产税全面征收的前提 一定要完成 这个统一登记 当然了 完成统一登记 也不是说 房产税的推进 马上就加速了 这个登记 只能说是一个 必要条件 但不是充分条件 毕竟呢 眼下房地产行业 还是这么困难 所以呢 跟地产相关的 这些政策 一定会非常慎重的 这两天 指数反弹的很猛 但是我们的市场 会不会就此迎来 彻底的反转呢 有香港投行 最近研究 发现了一个 很有趣的现象 1990年到2022年期间 A股总共上市了 4800多只股票 把他们在上市期间里面 创造的净财富 从高到低 进行了排列 结果发现 A股32年里面 创造的总净财富 是1.85万亿美元 而这个数字 跟表现的最好的 前25家公司 所创造的净财富 总和是一样的 25家 占全部上市公司 数量的0.5% 也就是说 剩下的99.5%的公司 累计创造的 净财富是0 这些公司 根本不能给市场 贡献足够的 股价上涨和分红 来覆盖它 从市场融资 抽走的资金量 这么来看的话 我们经常说到 股票的长期回报的 28定律不准确 应该是0.5 与99.5定律 而美国这个比例 是5比95 其他的一些发达 和发展中国家的股市 分布的会更加均衡一些 你看过去我们经常会 批评教育小散 说他们亏钱 就是因为频繁交易 追涨杀跌 可是现在我们却发现 即便尽可能的 少交易 长期持有 也未必挣得到钱 因为5000家上市公司里面 居然只有25家 是来送钱的 其他都是来提款的 更不用说 咱们连续8年来 减持的资金量 还要大于IPO的资金量 IPO收割完了 减持 减持套现之后呢 还可以再一次次的再融资 难怪连华尔街大佬 贝莱德都被割得嗷嗷叫 说买不完 根本买不完 这个市场本来就缺乏赚钱效应 却让小散背了锅 刘继鹏教授说过 A股是个投融资市场 在一次会上 他和中金的总裁 有过一场争论 因为总裁认为 上帝应该是上市公司 也就是融资帮 但是刘教授却认为 上帝应该是投资人 或许正是因为 存在着这样观念上的差异 咱们现在并没有再比 谁更能给投资人 带来财富效应 而反观美股 苹果值2.7万亿美元 但是融资总额 只有1.82亿美元 它的市值是融资额的1.5万倍 过去10年 苹果一共投入 6200多亿美元回购股票 然后注销 微软更夸张了 市值3万亿 融资额只有0.59亿 市值是融资额的5万倍 这是硬往投资者的 口袋里塞钱吗 注册着呢 它本来也是个好东西 能让更多有潜力的企业 在没有盈利的情况下 踏进资本市场 实现快速的发展 就像管轻欧老师说的 注册制要用好 需要两个前提 一是严刑俊法 二是平衡好退市和IPO 这说到根子上了呀 哦 乌洋洋的上市了 但是造假的 不会倾家荡产 老底坐穿 经营不好的 也不会被扫地出门 还可以继续坐地圈钱 也难怪 每股4000多家上市公司 总市值420万亿人币 咱们5000多家上市公司 却只有80万亿的市值 有人说 A股是经济的情欲表 我觉得 A股其实更像是 信心的情欲表 只有完善A股的各项制度 才能让投资者 这马上叫春耕了呀 自己承包的地 30年的承包费 全都交齐了 结果这里面来人说 你这个地不能耕啊 要耕的话 每亩得交200块 然后呢 农民肯定不同意呀 结果呢 政党委副主席 政法委员 纪云浩甚至直接就说了 这个地不属于你的 而且还把人家耕地的 车都给扣了 在电视播出的画面里面 村镇两级的干部 都说自己不懂法 结果呢 这个事情马上就上热搜了 朗朗乾坤这么搞 农民还敢种地吗 大家还有信心吗 但是别着急 这大瓜后面呀 恐怕还有瓜 前两天呢 中国三农发布 报道了一件事 内蒙古通辽开 鲁县建华镇的 土地承包户 面临着春耕在即 却无法播种的尴尬 原来呢 20年前 双盛村委会 把5600亩的荒地 以每年2万块的价格 承包给了外地人张某 平均每亩的租金 是4块钱 做来干嘛呢 羊奶牛 以及种植牧草 也就是林业用地 结果呢 张某投入了 大量的人力物力 又是平整 又是堆肥 把其中的4600多亩地 改造成了耕地 根据2021年 国土三调公布的结果 这4600亩地 被认定为是耕地 好 问题来了呀 耕地跟林地 承包价格不一样呀 如果是耕地 村委会就要涨承包价 每亩200块 算下来本来每年 是2万块的租金 要涨到100万 那张某肯定不愿意呀 但是村里跟镇上 有手段呢 村干部跟镇党委 副书记居云浩 先后带队 阻止那些农民 下地村庚 村干部的惊句是 110来又能咋地 上边让我脸钱 我就脸钱 身为镇副书记 镇法委员的居云浩 也说了个惊句 你要整地就是不行 明白吗 别找我 我不懂法 这事一爆出来 群情激愤的 很快的官方就通报了 纪云浩因为对待群众的 态度蛮横 言语粗鲁 工作方式严重不当 被免职 同时呢 党内警告 网友们还发现 这个俊昊浩 有学历造假的嫌疑 一位有网友指出说 俊昊浩是17岁路的舞 退伍之后 不久就参加工作了 那么 他是啥时候 完成的大学学业呢 目前呢 这个时候官方正在调查 承诺说会及时地 公布结果 另外农时大雨天 农民们 终于也可以开始播种了 但是啊 随着这个事情 慢慢地发酵 很多人 尤其是法律界的人士 指出 其实承包土地的张某 也并非那么无辜呀 因为当时 签到承包合同 这些地是用来养奶牛 以及种植牧草的 不是耕地 承包合同上面也显示 那是叫牧场 但是呢 张某改变了用途 用来做耕地了 虽然说他前期 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但是这种行为 在法律上是有瑕疵的 就有点像是 人民的名义中 高晓芹 为了把4万亿亩 拿到的工业用地 变成60万亿亩的 商业用地 行贿丁一针 这样一来呢 五百五地 转手就赚了三个亿 当然了 张某这个事情 肯定没有那么严重 另外呢 还有网友指出 在内蒙这种地方啊 私自把草地跟林地 改成耕地 这事本身就是违法的 接近五千亩的地 很可能会对当地的生态 造成严重的影响 去年轻人的地